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那這支是一個小的Q版的鋼鐵人 號稱是合金的 不過呢,我實際已經拆開看過了 就是合金的成分非常的少 少到有點騙人的感覺 不過,畢竟裡面有合金的就叫合金 現在所有的玩具都是這樣子 從最早期的日本開始之後,很多家也都學他 裡面呢,螺絲是合金的,搞不好他就變成合金的金屬人了 好,那我們稍微轉一圈看一下外盒 這外盒呢,就是一般的設計,沒有什麼特別的部分 然後,這邊一樣,像大家流行這樣子翻開 可以看到裡面的一個內容物 那你會看到Q版的鋼鐵人還有幾隻手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把它打開啦 它沒有什麼很複雜的東西 好,打開之後呢 發現有一本說明書 那再來呢,就是 有兩層的東西 一層是底座 那底座呢,設計的跟 阿托伊的底座幾乎是一模一樣 不曉得它是抄它的做成Q版呢 還是這個設計呢,就是 鋼鐵人裡面的設定 好,那不過我們把底座開出來 好,那底座卡得很緊,都拆不下來 就是一定要來硬的 好,第一次看到底座卡這麼緊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 底座的部分 那底座呢,後面要裝電池才會亮 那沒有裝電池的話 目前你打開開關應該是沒有燈 那一般也都沒有附這種電池 那我把他打開裝一下電池 讓大家看一下亮燈的感覺 那這個底座呢 甚至你會覺得有點像之前 有一組頭雕它的底座基本上也是 長得像這樣子那個 K那系列我之前有介紹過 那頭雕它的底座也是長這樣子 那裡面是三顆四號的電池 那我找三顆四號電池把它裝上去 好,隨便找三顆電池把它裝上去 只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 底座就會有亮燈了 那你把它關掉你比較看得出來 好,這是底座的部分 好,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先把這個我就先不拆了 先把它關掉 先放到旁邊來 那再來上面還有一個 支撐座 那這個支撐座看起來有點小 我怎麼覺得它的腰看起來好像沒有這麼細 不過呢我們把它拆下來 我們把它拆下來 看一下支撐座的部分 好,這是簡單的一個支撐座 那支撐座呢就是 這邊有螺絲啦 這個螺絲如果沒有轉鬆 它是有卡榫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支撐座其實還蠻緊的 那總共有三個關節 然後這邊可以旋轉 然後可以固定鋼鐵人 那它比較用心的在這個底座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底座 如果看到支撐座 你會找不到 那我到底要 插在哪裡 好,主要是這一片 這一片呢 如果你不擺 你可以把它放著 然後不然呢 你可以把它翻起來 所以翻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 插這個支撐座的部分 所以這個設計算是 蠻用心的 那你可以 翻起來之後這一片 應該是不能往下壓 我看一下 好,應該是不能壓進去 不過 能不能壓進去 不是很重要 搞不好是可以壓進去 只是 裡面太緊 好,那我把支撐座裝上去 好,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 支撐座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它的 底座還蠻用心的 為了美觀 還有做一個蓋子 蓋在前面 好,那這個 支撐座看起來 非常的脆弱 就是上面這一根呢 看起來 還蠻小的 超合金這一根 也不是金屬的 不過人偶是金屬 不容易 就是太重 我覺得這個是夾不太動 主角的角色 好,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附的 說明書 這是 少數說明書是一本的 那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那看一下這個說明書的部分 那這個說明書呢 有像日本超合金說明書的感覺 翻開裡面竟然是 彩色的 雖然 每邊拍得很醜 不過 從說明書上可以感覺到它的 成績 就是基本的 彩色的部分 好,那是它系列的玩偶 介紹在裡面 然後 下一支應該是這個 黑五四 好,那後面還有這些 還有還沒有出的 那個 柯博文 好,那這是它的說明書的部分 就是少數說明書設計的比較 日系感 雖然每邊編的 很醜 不過 至少在說明書上面 比那種只有一張紙的 3A 然後它透影 簡單的翻開 然後也沒有介紹很詳細的部分 所以它的說明書算是 非常有誠意的 好,那再來就是主角的部分 它總共附了 兩對手 然後又多附了 兩組 球關節 那不曉得為什麼要多附 這兩組 因為它是跟裝在手上是一樣的 那我 唯一能想到的原因就是 這個是不能拆的 好 那這個不能拆呢 它就會 有一個 比較麻煩的部分 上面 好,這邊還有附一個回文針 沒有看到 那 這邊還有附一個回文針 那這個回文針呢 不是讓你拆 拆信卡用的 它是裡面有一個開關 就是這個呢 其實 雖然手做的這麼小 可是它有做LED燈 那LED燈從哪裡開呢 這一片把它掀起來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非常 非常小的開關 這樣轉我不曉得大家看不看得到 那 你必須呢 有東西進去把它扳開 就是 你的手是沒有辦法 把它直接打開的 所以它附了一個非常小的開關 在裡面 然後 它為什麼附了一個拆信卡 那種感覺 就是讓你進去開這個開關 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燈會亮 你看到我的手 對不對 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做 鋼鐵人會亮的一個 鋼鐵人會亮的一個 的手 好這個就是 這個的部分 然後附兩個手 可能就是 這個電池應該沒有辦法 拆下來換 因為它要黏死 電池應該是 黏死在裡面 所以要多附一組手 就是 當你沒電的時候 就 就換另外一組吧 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這個是手的部分 然後還有它很難 拆的一個 開關的部分 好就是 做得很小 可是它 有用心的把手的燈 做在裡面 這是比較 特別的地方 好那接下來就看主角 那我把它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主角 整支拿起來 非常非常 沒有分量感 就是你會覺得 它根本就是塑膠的 唯一真的金屬的 可能就是 面具 好 面具的這一片呢 是超合金的 所以呢 我真的很佩服這一家 好就是拿起來面具 這一片是超合金的 然後真的要敲哪裡 這一個頭一定是塑膠的 這一個頭一定是塑膠的 那 要判斷呢 從漆上面沒辦法判斷 用敲的 你可以敲敲看 金屬聽起來的聲音 跟敲到塑膠聽起來的聲音 不太一樣 所以這兩片肩甲呢 應該是金屬 其他的呢 幾乎全身都是 塑料 所以呢 這根本不能算鋼鐵人 只是塑料俠 好 就只有這兩片 跟面具這一片 那很天才的是 我搞不懂他為什麼要把面具這片 設計成金屬的 因為 這樣子導致頭非常的重 他就不容易站穩 因為 一直往前傾嘛 好 那一樣這邊有燈 開關可以打開 你可以看到 這燈的部分 你就可以 把眼睛打開 把面具 帶回去 那胸甲的部分呢 把它扣緊 好 胸甲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胸甲的開關 在後面這邊 就是跟HATO一樣 你從後面翻開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開關 你把它打開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會亮的 那手的開關 我們剛才說過 那整支的可動範圍 其實 我覺得還不錯 雖然 整支有點 哩哩落落的感覺 就是有點鬆鬆的 這樣拿起來 你可以看到 發現有點鬆鬆的 那只是部分區段 那整支其實我覺得 活動範圍 還不錯 那 超合金唯一的缺點 就是 第一個超合金分量很少 第二個是 重量感都在頭部 導致它 會有點這樣子 晃 主要原因就是 那種 搖頭娃娃有沒有 大概就像這樣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 面具太重 那我前面面具做塑膠的就好了 因為它做金屬的意義不大 好 那我們來看這邊可動的部分 肩甲的部分呢 它有兩 應該是說 這個球型關節 有一個桿子伸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還是可以做前後的動作 然後轉圈 是沒有問題 那 手的部分最多是 90度啦 那這邊都是 有沒有 鬆鬆的 這片更奇怪 有沒有 它是翻這裡 那主要就是 因為讓你手這樣子做的時候 這邊會 上翻啦 比較少人家 這片黏在這個地方 好 腰部的部分有兩節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面這一節呢 是一個 球型的關節 所以你可以 做體操這樣子 左右彎 好 然後甚至 轉360度 好 上面 很勉強啊 可是底下沒有問題 那這是 這個部分 那不過我覺得它上面的刻紋跟質感 比 那個野獸國自己出的 Egg 系列 來的好 就是好多了 好 那再來呢這邊 這兩片 臀甲的部分一樣可以翻 好 那可動範圍就是手的部分 那腳的部分呢 比較大 因為這邊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個球型關節 所以 雖然你做不到 劈腿的動作 不過呢 你要做 所謂的那個 抱地應該可以 因為它AB隊的關係 所以抱地是沒有問題的 好 你就可以看到 它做抱地是OK的 那 腳掌的部分 也有兩個關節 好 這邊是 球型關節 所以真的要挑呢 其實它可動其實做的 很不錯 只是可動 做得非常的好 那唯一缺點 就是手部 不能彎到90度 可是其他的部分 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這次 它可以做 就是接近抱地的 感覺 大概像這樣子 好 好 就是大概是可以做 接近抱地的部分 就是它的可動介紹 那如果真的要給這支的分數呢 因為它畢竟是 號稱超二金可是實際上沒有 然後整個塗裝跟質感 我個人覺得普通沒有到非常滿意 不過已經是目前Q版裡面是做的 可以算是比較好的 然後包含可動的部分也做得非常的不錯 那至少超過60分吧 以價格比來講 那價格呢 我記得好像三千多塊 三千多塊來講的話 這超二金是有點騙人 那不過可動範圍 你補掉它的缺陷 所以真的要給它打分數 我可能會給它60分 那至於收不收呢 為了開箱我才收啦 那如果平常讓我看到這一支 我也許不會去買這一支 好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有另外一個原因是 因為我對Q版也沒有很有興趣啦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就是 它的價值對我來說 可能就是像三口四 就是一千多塊兩千塊 是我可以接受的價值 到三千多呢我覺得 有點 就是 小貴啦齁 那後面這邊是可以 翻開的 剛才說過後面這邊有電池 可是它是因為鬆鬆的喔 你翻開 之後只有這片可以翻起來 這片都會垂下來 它沒辦法 固定 就是這個煞車片呢 可以翻上來 但不能固定 意義就不大 因為它會垂下來嘛 那這個是 整個的部分 那這支呢 最後 我們就把它夾住 它應該是可以 夾在它的 腰上面 然後剛好 卡在 胸甲上面 讓它不會掉 那 這個是這隻角色的部分 那這隻角色呢 它應該就可以轉轉熱了 所以 我就不要 轉轉熱讓大家看一下 這隻的 360度的部分 然後一樣把 底下這個燈打開 然後把 這個打起來 好 最後我們就來轉轉熱來看一下 這隻 角色 那雖然它 固定不太住啊 那我們就算了 不要讓它 一定要站在上面 好 那 雖然 評分不高啦 不過 整體還算 有一定的水準 尤其是加上它的可動性 如果下次可以把關節做的 不要這麼鬆 應該會再更好一點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隻的角色的部分 那顏色跟 上色質感也都不錯 那金色的部分呢 就 沒有上成兩色系 它金色只有一個 顏色 表面上看起來 就是全部都同一個顏色 那 記得金色應該是 兩色系 就是非常接近的兩色系 不過它並沒有做 好 轉一轉它就 頭暈就跌倒了 好 那最後 因為它頭重 所以它 並不容易 贊助 就是剛才一直說的 把金屬的配重 放在面具上 真是一個很大的敗筆 不知道是誰這麼厲害 想到的一個 原因 好 那一樣 最後謝謝大家收看這次大人玩具開箱 那一樣 就是如果有任何需要預訂的商品 都歡迎找我預訂 謝謝大家